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经文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 清静自居 我与笔前献居士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 果断邦义 我与笔前献宰观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献素素 色位自居 我与笔前献婆罗门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 好学出家 持诸戒律 我与笔前献比丘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 好学出家 持诸境戒 我与笔前献比丘尼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主题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生 消文 宰观 就是掌管 政治的观 可以把它 看为一切的观力 述数 关于天文 立法 占卜 阴阳 五行 等的学问 婆罗门 思继事 听文 听文 的功能 每个人都有 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菩萨 而且又为什么会成为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修行法门当中 他说到 他过去从文思修入三魔地 那文思修入三魔地 怎么文而入三魔地呢 在这个文当中 他开始回光返照 入流 那入流就是返文文字性 从自己的心性当中 来观察观听世间的一切音声 而不随成而转 这叫做入流 那直到最终修成三魔地 叫做极灭现前的时候 他就成就了两种殊胜 这两种殊胜 一个就是慈力 一个是卑力 慈跟卑是观世音菩萨最殊胜的特色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最慈可以慈到什么程度 给众生的快乐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慈悲的人 他就是成为帮助所有众生 满愿的人 那满愿是怎么样 每一个人的心愿都不一样啊 所以大家呢 去拜观音菩萨的时候啊 向他许愿 许的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最喜欢的 最想要达成的 所以菩萨他要怎么样满众生的愿呢 他就说因为他有了这个殊胜的一个功德力 什么功德力 第一个供养观音如来 那观音如来啊 观世音如来教他的 如幻文勋文修金刚三昧 让他成就了一个非常厉害 能够满众生的磁力 所以他的力量呢 就跟佛一样 那怎么样来成就 然后来原版这样子的愿力呢 就是他发了一个愿 所有的众生啊 牵触祈求牵触印 那牵触祈求牵触印 所以呢 要印身 怎么印 要印三十二类的印身 那成就的三十二类印身当中呢 他就举例 不是他只有这三十二种哦 他其实是千百亿化身 但是在楞严经里面呢 他就举这个例子啊 那今天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例子啊 就是一般我们平常会碰到的 居士生 婆罗门生 乃至于呢 有的人喜欢做官 有的人喜欢修行 有的人喜欢出家 那可不可以呢 通通都可以 那这里这一类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选择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 清静自居 我与笔钱献居士生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有的人是在家嘛 那为什么他要作为在家居士呢 因为他就像各位这样 我们喜欢呢 修行 那修行之后啊 这是心里面啊 觉得很有智慧 那就喜欢谈一点佛法 名言是什么 就是名词 名相 然后这个言论呢 感觉呢 自己是很有智慧的 可以发表一点言论跟看法 所以各位啊 我们喜欢讨论佛法 那同时呢 又喜欢修行 在家呢 希望自己清静 虽然我是在家生 可是我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哦 我们是居士生 那居士是什么呢 其实啊 居在家中啊 可是清静自居 那所以叫做居士 我于笔钱献居士生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那怎么样做一个好居士呢 菩萨就会做一些示范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唯摩洁居士 唯摩洁居士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视线怎么样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居士 很有代表性 这是居士的典范 那大家呢 看到了之后 哦原来啊 就是要这样子来修行 所以这是菩萨 他会有这种视线 那有的人呢 他喜欢啊 从政 若诸众生 爱治国土 颇断邦义 那我喜欢呢 治理国家 喜欢为国家贡献 喜欢服务 人民 那的确呢 有很多人喜欢从政治上来为大众谋福利 那这样子的人呢 总不能说都没有一个典范嘛 那有的人说 啊 现在都很黑啦 其实呢 也不一定 全部都是一杆子打翻所有的人 总是也有菩萨 隐身在其中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啊 想要来从事 这个政治 想要治理这个国家 或者是呢 那在一个小小小的邦义当中呢 能够怎么样 能够啊 让所有的人 达到最大的福利 那这个时候 菩萨就会陷在观身 而为说法 令其成就 这是做官 有做官的典范啊 所以过去啊 在这个中国就有陪修 陪修陪相国 那或者是呢 白居义 他去学法 学法的时候啊 这个诸厄末做众善奉行 他就学到了这个 应该要做一个很好的 爱护百姓的官 原了凡居士 也是做官 那他在宰官身当中 就可以修大的功德 就是爱护人民 那这就是菩萨的画线 那再来呢 如果有众生啊 他是喜欢啊 一些特殊的技艺啊 叫做树术 或者是色位置居 那这是有修行 但是他走了一点 法术的路线 所谓的呢 术就是啊 天文地理 阴阳度数 这个天文地理啊 都跟术有关 那或者是 一补命相 咒水舒服 所谓的三衣命相补 那这个就是术 一个是数学的术 一个是技术的术 这两种呢 都是啊 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占补啊 或者是衣礼啊 命相啊 或者是呢 特殊的这个咒 那这是一种 婆罗门所学习的法术 或者是呢 他自己啊 喜欢怎样 善调身心 叫做舍跟胃 那有的修道士的啊 他要收敛 他的精气神 安鲁炼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时印度啊 的修行人 叫做婆罗门 啊 这婆罗门呢 是印度的 这个婆罗门教的一个系统 其实他就是一个修行人 那如果在中国呢 他就是一个道术 或者是呢 可能道家的 或者是做这个儒家 各式各样的 这一些不同的术士 或者是有人说是江湖术士 那譬如说 这个百丈禅师啊 他会遇到司马头陀 这个司马头陀呢 他就是一个术士 他来建议百丈禅师啊 你在哪个地方啊 要再继续去开山 那最后呢 就成就了归养中的门庭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啊 在居士身当中 可以献这个修行术士之身 菩萨呢 也是头其所好 让他可以成为一个修行人 那有的人呢 他想要修出家行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 持足戒律 我与彼前献彼秋生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好学出家 持足境界 我与彼前献彼秋霓生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譬如说我们这第五组的同学啊 这里面啊 就有一位居士啊 他说哎 我想要出家 所以呢 就在前几天啊 就真的出家了啊 就成就了他的出家的因缘 好那出家要做什么呢 其实出家呢 要修的是清净的犯恨 所以喜欢持戒啊 让自己的身心都清净解脱 所以啊 这时候就有这个 比丘比丘尼生的现身说法 让他呢 让这样子的根性的人 都哦 有一个学习 然后真的成就了这个比丘 比丘尼出家的心愿 以上呢 我们就知道啊 其实你不管是谁啊 你只要心里面啊 有一个心愿哦 菩萨就会让你满愿 满众生愿 哎呀 我终于实现我的梦想了 我终于呢 圆满我的心愿了 那这次是观世音菩萨 在度化大众的时候 一种善巧方便 随心满愿啊 菩萨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呢 菩萨他修的三摩地 就是这么的了不起啊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 也跟菩萨一样修 耳根源通 我们也能够像菩萨这样子 千百亿化身 接下来呢 我们请我们这一组的菩萨 来跟大众分享 观世音菩萨的一些 好听的民间传说 或者是典故 好以上 感恩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今日第五组会分享 马郎父观音 连沃观音的故事 还有师兄们的感应分享 首先分享的是 马郎父观音的故事 在唐朝献中的时候 陕西一带人民 善于其色 未曾听闻佛法 三宝之名 观世音菩萨 即化现为马郎之父 以度化当地之居民 故称马郎父 相传有一天 纯樸宁静的渔村 出现了一位卖鱼姑娘 手里挽着一个鱼篮 篮里放着几条活鱼 沿街叫卖 轻柔的叫卖身 及秀丽端庄的容貌 吸引着一大群围观的人 纷纷一涌而上 争相买鱼 可是姑娘却说 这个鱼是卖给人 放生用的 不是买来吃的 大家听了都轰然大笑 于是一船十 十船百 整个渔村 都知道这个特别的 卖鱼姑娘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渔村里一些单身的年轻人 对姑娘起了爱慕之情 每个人都向她提亲 姑娘说 我只有一个人 如何能嫁给你们这么多人呢 不如这样吧 我教你们送普门品 有谁能一夜之间把她备熟 我就答应嫁给她 于是大家兴高采烈的 一字一句跟着念 到了天亮 能备送的居然有二十余人 姑娘说 一女只能配衣服 所以今天我改教大家送金刚经 同样的 有谁能在一夜之间备熟的 我就嫁给她 结果 能备送的 仍然有十数人 于是 姑娘又教众人送 把华金七卷 约定三日之内 若有人能备熟的 一定嫁她为妻 三日期限到了 只有一位年轻人 大家都叫她马郎 能备送 所以马郎满心欢喜 张灯结彩的把姑娘迎娶入门 正在欣喜之际 不料刚起进门的娇妻 突然死了 身体很快乐就腐烂了 伤心的马郎 只好舍不得的把爱妻埋葬 过了数日 一位身着紫色家家的老和尚 来到马郎的家 告诉伤心的马郎说 你啊 不要悲伤了 那位卖鱼的姑娘 其实是观世音菩萨 特别画线来度画你们的 若不相信 何不撬开坟墓看看 说完啊 人就凌空而去 马郎听完 心中半信半疑 马上找人撬开棺墓一看 心中大惊 爱妻的尸体早也不知去向 只留下一副闪亮的金锁 当下才恍然大悟 由于以上的典故啊 陕西一代人民都非常前信佛法 而且自宋代以后 供奉马郎观音尤为盛行 因此 首题于兰 故 世人又称 于兰观音 以上啊 马郎复观音故事 来自中台佛法小常事 接下来请美音师兄 说 莲卧观音的故事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邦兴 邦兴你看到的这个马郎复观音 你有动力要去背法华经吗 对不起来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动力 对就是先念 先念首这样子 因为你对马郎观音没有念力是吗 这个有没有觉得爱情的力量真伟大 对只是觉得以后如果有人叫你背什么背什么的 那个就是可能是观音化线 就要 所以就直接拒绝他这样 对 很好 你看这个马郎复人聪明啊 他一定美到不得了 而且美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才能够让这么多人呢 去背 浦门瓶啊 然后又背这个金刚经 那背完金刚经应该就要了脱了 结果还是没有了脱 还要连法华经都背完了 这个马郎也是很了不起 这比我们还厉害 非常殊胜 太难了 太难了 直接太难了 好 真没有志气 好 OK 阿弥陀佛来 下一位 古时候在金银城的 北江边 有一座观音寺 香火鼎盛 里面供奉了一尊 全身香蝉和 披挂着各种金银宝石的 观世音菩萨像 不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伙盗贼盗走的菩萨宝像 盗贼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得到香蝉 在菩萨身上金银宝物 然后呢 把观音像抛到江中 随江漂流 观音菩萨会演 佛梦也经历一个 佛有善根的商人 商人呢 一经向佛 只求生个儿子 得到观音菩萨点化 晚上梦见一位 三三百一米人 向他说道 你明日到江口去等候 江的对面呢 会有一尊观音法像飘来 你把他打捞上来 然后送到金梁山金米寺 重新修准供样 那里呢 有一块石荷叶 正好改做连台 你做好此事 功德无量 第二天 商人早早就赶到江口等候 临近中午果然 看见有一尊 木雕观音像 缓缓飘来 他把观音像 打捞起来 送到金米寺 朋友出资 将一片荷叶石雕成莲座 重装金身 一年后呢 潘夫人如愿生下一个男孩 表示观星菩萨 对有心相逢的众生 有求必应 求财得财 求子得子 盗贼在背负观音像 月墙时 迫害了观音像的底部 所以呢 重新装得观音像 没有办法直立 只好策卧在连夜之上 世人呢 便称子尊观音为 连卧观音 或卧连观音 以上呢 是连卧观音的 民间故事传说 阿弥陀佛 美音 来美音 你看完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你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 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 要满众生的愿 而且 真的 有时候 真的是有点难 因为我们有时候 听人家抱怨几句 我们就没有耐性 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这样 可是我们必须要修 我觉得 应该是 应该是 大概 是没有什么心得 我只觉得 观音菩萨很厉害 就这样子而已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 知音师兄分享 师父 阿弥陀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菩萨的微笑 七年前 我幸运的从 小地区 连升三级跳到 首级公家单位 但是烦恼 也因此 连升三级 某天经过佛堂 下车参拜 希望佛陀 能够 自我智慧 即便我再怎么 诚心诚意的 跟如来 诉苦 烦恼却是 丝毫没有减轻 无助的 我准备要走 刚好看到 节元品的柜子 在翻看 经书的过程中 一张 观世音菩萨的照片 突然从书中 掉了下来 当我捡起来之后 看着那张照片 我整个人被振折住了 菩萨的微笑 把我整个人包围着 整个空间都不存在了 所有的念头 所有的时间 也都不存在了 我所能够感觉到的 就是菩萨的微笑 那种慈悲 自在 清凉的感受 当我回神之后 我却怎么也想不起 我的烦恼是什么 只觉得身心舒畅 于是我开始理解到 菩萨要跟我说的 烦恼其实都是 你自己的妄想执着 一个微笑 能够让你破除烦恼 所有的念头 都是你自己造的 不需要特别 就是求智慧来对峙 也因此我改变了 工作的态度 以前总是 战战兢兢的 如履薄逼 面对工作 消耗很多的心力 却也时常犯错 现在我知道 只要自在 专注 就是最好的工作态度 工作表现渐入佳境 长官也对我很肯定 让我对菩萨非常感恩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师傅阿弥陀佛 来自营稍等一下 好 请问一下 你刚才的这一张图 就是您抽到的那一张吗 菩萨 报告师傅是 就是这一张是吗 来大家看一下这一张 就是这张 你仔细看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菩萨长得很像你 有没有看到 谢谢师傅 我觉得是因为你抽到了 你抽到了一张 你看到了一张你自己 谢谢师傅 这样好开心 有吗 有看到 为什么这张菩萨 会打到你的心 因为它真的长得很像你 你就是这一尊菩萨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菩萨的微笑 就是你自己 菩萨在告诉你 你就保持这样子的表情啊 所有的人看到的你 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你看到菩萨一样 好 你有看懂 你有看懂菩萨对你的教化 所以非常好 这个故事很好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因为菩萨其实 他没有给我们教什么 他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 保持好的心 好的状态 那所有的事情 就是逢凶化吉 遇难成想 所以每天看着这个菩萨 自己就要练习 就是这样笑 阿弥陀佛 很殊胜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谢谢 师傅 接下来是我的分享 大概15年前 我弟弟从大陆回来 然后呢 他是发现眼睛的周围 他离癌了 那因为是属于头颈部的癌症 所以算是蛮严重的 那因为医生没有见过这样的癌症 所以呢 他就经历了开刀 放疗 化疗 然后我们就很纳闷 然后他是第几期这样子 那医生说 因为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癌症 所以他就用他的那个扩散的速度 还有已经有转移 然后他认为说应该是第三期或第四期吧 那因为我弟弟 我弟媳妇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就非常努力的做各种功德 回向给他 但是当时我的弟弟他没有学佛 所以呢我弟媳妇就送给他一本 那个手抄的那个心经要他去写 但是我弟弟也没有很努力 所以我们常常去看他的时候 还要在他的病床旁边呢 帮他一起抄心经 那有一天呢 我弟弟就跟我说呢 那个观世音菩萨来看他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跟他讲说 应该是你把那个 医护人员然后在睡梦中以为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吧 然后他说不是啊 呃 观世音菩萨不但来看我 而且他还跟我说话 那我就说那他跟你说什么话 他就说 我相信他不是医护人员 是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没有就是不见顶 但是又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然后他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叫了他的名字 然后跟他说 呃要认真 然后当时呢 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那也没什么啊 你需要这么感动吗 但是呢 我弟弟因为这句话 菩萨的这句话 所以他就呃 很努力的开始 听佛法 然后开始背诵 然后研究佛法 然后甚至是 那个时候是他给我 见会法师的视频 然后所以也让我也 呃也进来学佛 那我 这个故事呢 我的感想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劝人家发心 或者是劝人家学佛 发现我们自己都没什么力量 那可是菩萨他只讲了三个字 却胜过我们的千言万语 所以我后来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我们劝人发心没有效果 应该是自己的功德力不够 而不是那个人的 对方的问题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那我还要再介绍一下 这个这尊佛 其实是 他是叫做回首的阿弥陀佛 他是在日本的京都一个永关堂 里面的一尊佛像 然后这个永关堂的永关法师呢 他当时在惊醒的时候 然后还看到阿弥陀佛 从那个佛坛上面走下来 跟他一起走 然后因为永关法师太惊讶了 所以他就站定了 然后这尊阿弥陀佛就回过头来 跟他说 永关要 你走太慢了 这样子 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要谢谢秀荣 想请问一下秀荣 好 那你如果觉得劝人家劝不动 然后呢 你就觉得自己的功德力不够 对不对 对 那你下次还会再劝吗 呃 换一个方法 然后换停一段时间吧 我的想法 我们一般呢 通常就是劝不动人 就很想放弃 好 那其实呢 观世音菩萨跟我们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不会放弃 所以连 像你的弟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大家可能 就是很觉得他很需要啊 那也很 应该要用功啊 那其实啊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放弃的去让他精进 纵使你劝不动啊 这是其实啊 他看到的观世音菩萨是你们的愿力成就的 愿力成就让他看到一个菩萨 因为要有一个有说服力的 甚至于有时候会提醒自己的那个形象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啊 可以千百亿化身 那菩萨呢 要让一个人提升正念啊 他需要有一个方便 那那个方便呢 也许是佛像 也许是菩萨 也许是他最在意的那个人 或者是一个倒在路边的一个谁 都不一定 所以每个人的机缘都不同 那只是我们说 他劝不动他 可是我们还是要劝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那也许我们现在看到他没有效果 但是呢 我们继续回向 有一天啊 他一定会有得度的因缘 谢谢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很诚意 而且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都是来帮助我们 对佛法更信心 对自己更信心 那我们要记得这三个字 大家要认真 好 谢谢 谢谢